这句话听起来很美 很有意见 但又不知如何理解和解读 哪位师兄 你好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这个是果位境界了 就是果位上的境界 就是万法宇宙万法 当你明白宇宙万法 都是如来的视线的时候 才能明白这一点 就是你也是如来视线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来的空性视线 就是说你本身这个六根 是有局限性的 现在如果你懂得 一切都是如来空性 如来视线的 你就能了解什么 一花一细节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那一点 这句话就是很美 但是很美 听起来很有意见 只能这样 显然我们还达不到了解这句话的境界 这句话不需要解释 这就是一句很美 很有意见的 需要你证得 刚才听到你讲基督教的女人 一起了一个观点 结果认为基督教和净土中很相似 这比比 教主不一样 净土中的 净土中 大家修净土中 修往生的时候 是去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 阿弥陀佛 基督教的教主是 耶稣 是吧 所以 所以教主不一样 然后去的方法也不一样 阿弥陀佛去的时候 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基督教是去 往生到天堂 是吧 要做善行 是吧 要奉献 做善行 去的途径不一样 阿弥陀佛呢 这边去的是 但业往生 就是说 他不在于你做什么 但是呢 如果你想去 那么你一定要在 中医境界的时候 译起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算你真的是 有恶行 就很坏 但阿弥陀佛 正要来接应 知道吧 只要你能够 念出他的名号 所以密码不同 去的时候 这个漏境 密码都不同 教主也不一样 至于去了 基督教的天堂 地狱的车 去了以后 那个世界也不一样 看你了 你觉得一样就一样吧 是吧 你说苹果跟梨 一样不一样 你觉得那都是水果 也行 是吧 这都是快乐嘛 是吧 是不是 但是 显然是两个宗教了 是吧 对 净土就是 这个 这个 你是觉得哪儿像 但是 但是信基督 还要做善行的哦 是吧 你不做是大事 有戒律的 也有实戒 也有善行的嘛 你不做善行 你能上天堂吗 信了也不行 你信基督的话 他信基督的话 但是呢 阿弥陀佛这边呢 信基督讲的 有天堂 有地 有善行 你可以往去 但是呢 阿弥陀佛是 你要信 有这么一个世界啊 你要信六道轮回啊 你要信 你现在的娑婆世界啊 你要信 你有个中阴境界啊 你要信这些 不是说你信啥 说是 瞧照挂个像 就叫信吗 不是的啊 是信阿弥陀佛 有这样一个极乐世界 有一种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这世界呢 叫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是娑婆世界 然后呢 你还要相信 有六道轮回 你中阴境界里边 可以 你死了以后 会有轮回 你可能会轮回到其他道 在中阴境界里边 阿弥陀佛可以来接应你 你要信这些啊 这叫信信净土啊 你要信这些 然后他来接应你 然后你 中阴境界 你必须念出个 阿弥陀佛名号 否则你对不起爱好的 所以就是这样 不管你 但是 不管你做善行 还做恶行 只要你中阴境界 你也出来 阿弥陀佛就来 就接你 这是信净土啊 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但后来禅住啊 或者是什么 禅境双兴啊 或者大家说 新境界土境啊 那是另一个境界了 那新境是吧 你明天空性扯到了 也说婆世界 和极乐世界 都是你空性的化学 随意 你要想去极乐世界 不经过中阴神 也不经过这个世界 你一年就到了 你活着就可以去啊 旅游啊 是吧 中阴境界能去 为什么这个幻境就不能去啊 你现在不也是个幻境吗 是吧 你没正德 没功夫 所以去不了啊 是吧 所以相信这样的一个世界 基督教 耶稣 这个基督是 耶稣是上天堂下地狱 是吧 就这两个 是吧 上帝 信仰 信极得救 是吧 他说信极得救 有这样的概念 信极得救是救到哪里了 就是到天堂去了 不会都受到惩罚 也是回家觉醒 那你这个已经不是他们的话了 这已经是 跳出宗教之外了 不是 不像 不像宗教的话 所以不管怎么说 是 你说的 大家都是有信得救 好像都是信得救 但这信的内容可不一样 信什么 很重要啊 不是条上挂一个耶稣 想挂一个基督教 就叫信 那真不叫信啊 信佛是信佛说的东西 信佛所说的东西 平时我们说 你信你妈妈 信 信什么 信妈妈说的话 是吧 你妈说 坐在那说 天上的游是什么白的 地上的什么土石黄的 什么告诉你半天 问你信不信 你说信 你信你妈 是信你妈说的那些话 不是 是你妈说那些话 你相信 这叫信嘛 信嘛 你都不知道 他说啥 那叫信嘛 还有本能的相信啊 我妈不会害我的 因为她是我妈 这叫本能信任 知道吧 所以有些 有些佛弟子 或者有些信徒 本能的说是 哎呀 上帝肯定会救我的 佛胡扯会加持我的 这叫本能相信嘛 觉得 为什么 相信他们慈悲嘛 相信他们是好人嘛 等等 本能相信 这也是一种信 但这种信就有意失望 有时候 有时候 万一都不 救我们咋办呀 原来马上 你的信仰就崩塌了 因为你最苦的时候 你相信诸佛不杀 会保佑你 诸佛 然后你突然发现 你这么善良 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诸佛不杀没来 那个坏人得逞了 坏人好像受到了保佑 你被下了地狱 你很苦 坏人好像保佑 直接的高升 是吧 这个时候 你的信仰就会崩塌 你就会说 诸佛不杀 为什么不惩罚他 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 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个坏人 你的信仰会不会崩塌 相信他们说的东西 但是 相信他们说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会崩塌你的信仰 崩溃你的信仰 因为什么 你会理解 为什么他们不惩罚那个坏人 为什么你会相信英国 相信轮回 相信很多事 然后知道你别的 区区万万的发生了什么 你就不会站在人道 这一世来看问题 比如你像信佛 信佛你就不会站在人道 这样子来看问题 你如果相信 你要是对阿弥陀佛 了解了解的很多的话 你身心不义 他会来接你 他会来的 他会来接你 错不过的 那叫法律无边 你怎么会错过呢 你心中一念 阿弥陀佛 他已经站在你面前 就算全宇宙人 同时喊他 他化身 一千万亿一个人 站在你面前 那是他的能力 知道吧 怎么会错过你的接应呢 是吧 就是你没想他 你没信他 你真的没想起他来 也没信他 快乐的时候忘了他 哭闹的时候也忘了他 什么时候都忘了他 就想着你那点角色 吃不好也不行 饿不好也不行 就想你那点角色 你想不起他 所以我们经常怕 中一境界忘了阿弥陀佛 你平时 你就在这个幻境里面 你想想你激活他几次 虽然你不准备往生 但是你看看 你快乐的时候会想谁 你烦恼的时候会想谁 你就知道你会想谁 因为中一境界 不是快乐就是烦恼 你在任何幻境里 你会想起谁 那么一定你会看见谁 你在中一境界 有没有一次想到如来 有没有一次想到阿弥陀佛 有没有一次想到关西尔菩萨 知道吧 可能没有 你会抱怨吧 可能我不是说你了 这个 可能大家都 父母上怎么不来 想起来也是抱怨 我都 我跟他看过好多头呢 我还跟我当香蕉呢 是吧 他怎么不来 他怎么不帮我 你想起他也是抱怨他 是吧 就像一个孩子 想起他妈爸也是抱怨 他怎么不帮我呢 我是那孩子 是吧 他不是上帝嘛 要解决我的所有问题 吃饭问题 睡觉问题 有情感问题 生存问题 是吧 佛菩萨也是这样的 佛菩萨怎么不来保佑我们呢 他们是身份广大嘛 法力无边的 他为什么不惩罚那个坏人 他为什么让我受苦受难 他为什么受委屈 看不见 我信仰了他好几年 为什么他看不见我的伤害和委屈 你知道你为什么障碍住 看不见佛菩萨 就因为你那个乐器 你把那个乐器拿了 你会看见诸佛同在 你与诸佛同在 你就看见你每天所受的一切 都是你应该受的 因为你从你的心向而生 因为你是很多直接 很多乐器 立即立即出来问题了 病了 你的抱怨 你的认知角度 都是人力的 人力的都叫无名的 立即立即 无名的就产生了无名的病 信佛 怎么个信一定要知道 不是说信佛 不是强少 强少挂了阿弥陀佛的笑 我们以前对着 扣就是信他 要了解极乐世界 要了解中阴阶影 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 要了解你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佛说 那阿弥陀佛做坏事也能去 只要我想起他的这件 那我做坏事吧 我可以无忧无虑做坏事了 在这个世界 反正临终我念他的名号 我就去了 千万别 我告诉你 你知道你要在这个世界 做了很多坏事 你会留下痕迹的吗 因为你是个人力 你头脑中有印记的时候 你中阴境界 全闷咧咧咧 全是 因为中阴境界的时候 生死 生的气 就是我们是 生是顺的喜气 我们喜欢生 大家都喜欢往前生 不想死 死是逆流 生是顺流 顺逆二流相交的时候 就像海水 两个海水挖一块堆 人生会倒带 你知道吗 我们的生命历程会倒带 这一世你做的事 就像倒带 哑哈哈哈哈 在那边演 知道吧 而且你在中阴境界 就像做梦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在梦里边 有人敲桌子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 在敲鼓 你会忘 你会判断失误的 你觉得在敲鼓 知道吧 可能你觉得 你在梦里边的时候 有人敲桌子 你要听见的话 你可能理解 谁在敲鼓 中阴境界是一样的 很多幻境 你会误解它的 知道吧 如果是噩梦连连 如果你做了很多坏事 你就看见那些 你重新 比如你在杀人 杀人的时候 你能想到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杀了他 是吧 你都是称恨 因为你称恨 你才杀人的 因为你恨他 你愤怒 你没有那么大的愤怒 跟恨你杀不了人的 是吧 不管你做什么 那一刻你的习气犯了 你才会做那些坏事 因为它碰撞到 你的自我了 你才会 你才会干坏事嘛 或者你被诱惑了 你会激烈的诱惑 强烈的诱惑了 你就管 那些境界出现的时候 你会 你会又活回那个境界 知道吧 你会牵引 被那个境界 强切牵引 情绪太激烈了 牵引回去 你就会念不出 那个佛号 而且恐怖的境界太多 你会逃避 你会看到大风 大雨 大海浪 就是那些东西 因为随着你的逆流 就变 你会逃 你会远动的 阿弥陀佛追也追不上你 逃得可快了 是吧 你会逃掉 然后逃 逃 逃到一个地方了 看见一个 哎呀 还不及年 就是恶报太多 恶的幻境太多 在生死逆流的时候 就很难 如果你是散报多的话 你做了很多赛事 这一生啊 因为这一世 对我们的中境境界 影响比较多 因为这一世长嘛 一百年离得近嘛 那如果 你 与你 做啥没关系 与你心里 每天想啥境界 因为是心象嘛 其实做啥 有时候还不错 中间是想啥 你心里想的那些心象 全部出来了 然后你扇形多的话 你会看到些花 有时候看到白云 有时候看一些 很美的境界 但在这些境界里 你肯定想起佛法 你看见寺院了 你看见佛像了 你看见僧人了 是吧 你在境界里 看见经典了 看见金刚经了 看见什么 阿弥陀佛经 看见阿弥陀佛经了 看见阿弥陀佛经 你肯定能想起 他那身名号了 很容易出缘的 那个缘能让你想起了 知道吧 但你心里 你从来没有装这些像的话 你那个境界里面怎么会出现 梦里面梦不见 知道吧 中间境界就没有 所以要信这个 习气很重的 情欲很重的 肯定先掉地陆 肯定先掉地鱼 都不错 并不错 并不错 致忍 鱼 有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